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介绍美国区的 Stripe的申请方法 以及如何申请美国的E&N 用来验证Stripe的账户 后面还会向大家演示 如何利用Stripe无线开实体信用卡 以及虚拟信用卡 Stripe是一家位于美国硅谷的 创新型以技术为驱动的支付公司 Stripe这家公司的牛逼之处在于 它提供了非常简单易用的API接口 公司或者个人可以非常容易的 接入Stripe的支付系统进行收款 而且Stripe还可以帮助公司 打击商业欺诈 发送账单 发放虚拟卡和实物卡 管理企业支出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务 目前包括Google 亚马逊 Zoom Shopfi等巨头公司 都在使用Stripe的服务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Stripe的注册教程 但是内容大多是2019年甚至更早的时间 比如有教程介绍 可以用中国大陆的护照 申请香港区的Stripe 但是根据我的测试 已经不可以了 经过我个人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测试和摸索 终于总结出了一套 目前最简单的申请Stripe的方法 今天分享给大家 本期的视频内容会比较多 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介绍美国区的 Stripe的注册演示 第二个方面是 如何利用EAN来验证Stripe的账户 第三是 Stripe如何能绑定银行账户 给账户充值 第四是 如何开实体信用卡和虚拟信用卡 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我也会给每个部分打上时间戳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 跳转观看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在视频下面点击订阅 点开小铃铛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开始第一部分 美国区Stripe的注册演示 我们打开Stripe的官网 可以不使用代理 官网是有中文的 我们点击立即开始 这边输入邮箱 下面选择国家 我们今天演示的是 注册美国区的Stripe 所以我们选择美国 下面设置好密码 点击创建账户 好的 现在已经注册成功了 Stripe的注册非常简单 难就难在如何进行验证 我们在Stripe的后台 点击个人资料 首先需要验证一下邮箱 在邮箱里点击 Stripe发给你的链接即可 非常简单 邮箱验证成功之后 点击左边的激活您的账户 下面就正式开始验证的过程 首先我们需要输入公司的注册地址 如果你没有公司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注册 下面我们输入公司地址 如果你有美国的转运地址 可以直接输入 建议输入免税州的地址 下面公司类型 我们选择个人 在这个页面输入出生日期 和美国电话号码 Google voice也可以用 如果你还没有Google voice 可以点击视频上面的链接 学习如何从零开始 申请一个Google voice号码 下面需要输入美国的社会安全码 也就是SSN 目前Stripe的验证是不支持中国大陆 直接验证的 但如果你有香港身份 或者美国身份 那就非常简单了 但是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大部分小伙伴 还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所以需要我们曲线救国 根据我的研究 如果你没有SSN 你还可以通过ITN来申请Stripe 关于ITN是什么 以及如何申请ITN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观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ITN的申请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如果你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 也有 那就是通过申请美国的EN 来验证Stripe Stripe的官方网站的验证文件里 并没有直接说明 ITN可以用来验证账户 但是根据我的实际测试 ITN是可以成功的 ITN也就是美国雇主身份号码 是个人或者企业用来申请报税的号码 那么ITN要如何申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国税局 IRS的官方网站介绍 IRS一共提供了四种申请EN的方式 第一种线上申请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边的链接来申请 但是我们进入链接之后发现 在线申请EN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 SSN或者ITN等其他证件 这里我无法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直接跳过 第二种传真方式申请 这里需要填写SS4表格 我们点开看一下 如果你有专业的美国会计知识 会自己填写SS4表格 那么可以选择自己填好SS4表格 签字然后传真到IRS 第三种邮寄申请 其实和第二种方式一样 也是需要填写SS4表格 然后邮寄到IRS 第四种美国境外专线服务申请 如果你英语口语足够好 也会填写SS4表格 那么可以直接拨打这个付费电话 在电话里回答SS4表格上的问题 就可以在电话中领取到你的业恩了 这个是最快捷的方式 也是要求最高的方式 我这边是通过美国的朋友 用第二种方式申请的 IRS的申请很快 一个工作日就可以申请完成 要求的资料也非常简单 永久地址 邮寄地址 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没有申请的渠道 可以通过我朋友这边申请IRS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或者通过电报邮件联络我 联络的方式在视频下方都可以找到 EN到手之后你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IRS回复你的SS4表格 在表格的右上角会填好你的EN号码 另一个是确认信件 会寄到你申请时填写的地址 我们拿到EN之后 就可以回到这个界面 继续来验证stripe的账户 我们在社会安全码这里 填写我们申请到的EN号码 点击下一页 选择行业类别输入公司网站 这边建议大家最好搭建一个 自己的独立网站用来验证 搭建网站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之前做过三个视频 来介绍如何从零开始搭建网站 这三个视频包括如何购买域名 推荐大家到Namesale购买 很多网站的域名第一年都很便宜 比如1.99美元0.99美元好像白送一样 但是等到第二年第三年就会变成20几美元 如果我们的网站做的比较好 到第二年20美元你续费吗 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忍痛续费的 但是这个Namesale第一年和之后 每年的价格都是一样的便宜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另外是关于如何选择便宜优惠的 境外免备案服务器 我这边用的是Sugarhost 一家总部在英国的服务器提供商 在香港有服务器速度还不错 每个月只要20几人民币 算得上物美价廉 最后是如何用Wordpress来搭建网站 利用Sugarhost这家服务器一键搭建网站的功能 可以很方便的在5分钟的时间内 搭建成功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 强烈推荐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体验 当然如果你自己没有网站 这里也可以随便填写一个 但是我个人无法保证是否能够通过审核 下面输入产品描述 随便填写一个即可 但是需要和你上面选择的行业对应 不要上面行业选择出软件开发 下面产品描述写成游戏制作 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描述是会对你的审核有影响的 这边填好我们点击下一页 这边随便选 我选择一天 这边填写账单描述这些信息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就可以了 客服地址也可以填写中国的 下面需要填写提现用的账户 也就是假如你收到客户的钱要提现到哪里 我们这边申请的是美国的stripped账户 所以需要填写美国的银行账户 我填写的是派安盈提供的虚拟银行账户 我虽然已经有美国银行的账户 但是我收到的钱打算提现回国使用 那么使用派安盈账户就会更加便利 因为派安盈提现不受外汇管制的限制 美国账户提现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国内的银行账户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派安盈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观看我的派安盈教程 我这边之前已经绑定好了 所以我直接点击下一页 在这里再来劝一下自己填写的信息 如果没有问题直接点击完成 我们点击这里看到的还是不能创建付款 原来是还没电话验证 电话验证完成到首页 看到上面提示 我们要再验证一些信息 我们点击这边的更新 这边提示是需要上传身份证件验证 验证的方式 我选择上传文件 选择护照 上传我的护照扫描件 这边预览一下证件 不过没有问题 点击看起来很好 我们回到首页 点击我的账户 可以看到已经没有提示要验证了 说明我们的美区stripe账户 已经通过验证 可以正式开始使用了 以上就是注册美区stripe账户的演示教程 接下来和大家演示 如何在stripe里面无限开实体 或者虚拟信用卡 我们在首页点击左边的设置 选择这边的insulin 点击加号 点击开始 这边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开的虚拟卡是谁在使用 我这边选择个人使用 第二个问题是 虚拟卡里的余额资金来源是什么 我这边选择我公司的资金 第三个问题 描述一下你要如何使用这些虚拟信用卡 不少于100个字 这里我们可以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我这边填写的是 主要是我自己和我员工日常网购和线下消费使用 填写完成之后下面全部打勾同意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片等发行方 是位于犹他州盐湖城的凯尔特银行 是FDSC成员 接下来提交等待审核就可以了 提交后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很多人说这边的用途填写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要用于公司的业务要写的具体生动一些 我开始有些担心 我这边随便的理由会不会通过审核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 我收到了stripe的邮件 提示我的账户已经审核通过了 我可以开始开通信用卡服务了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 要向我的instruiting账户充值 有了余额之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使用信用卡 我们点击右边的充值 选择添加到余额 这边提示我们 系统会给我们绑定好的美国银行账户 发送两笔小额验证款 然后才可以充值 我这边把我绑定的账户 切换到了BOA美国银行 因为网络上有小伙伴反馈 派安盈无法收到两笔小额汇款 为了提高演示的速度 我就切换成BOA 有派安盈账户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欢迎大家把测试结果在视频下面留言 帮助更多的小伙伴 一般两个工作日内 我们绑定的银行账户 就会收到这两笔存款 我们把这两笔存款的金额记下来 在Stripe的后台里点击券账户 在这两个地方输入金额 输入密码 点击继续 我们在页面下方看到账户验证成功 银行账户验证成功之后 我直接点击充值 先充值10美元测试一下 这边是通过ASH入金 所以是没有手续费的 这边两个空格不用填 下面勾选 点击添加余额 下面提示 转账已发起 在1-2个工作日内会到账 我们在这边的instruiting账户里面 余额可以看到 很快就能使用的余额是10美元 以上就是充值stripe的流程 接下来开始创建信用卡 到这里我才发现 原来不充值也是可以创建信用卡的 但是没有余额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点击左边的已签发的卡 选择创建信用卡 输入持卡人的名字 这里我们可以自定义姓名 可以是你的名字 也可以是你家人或者员工的名字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添加 下面选择类型 我这里选择个人 账单地址建议大家填写美国免税州的地址 这样在刷卡购物的时候可以免税 输入持卡人的姓名 下面出生日期 上传证件 邮箱 电话号码都可以不填 然后点击提交 输入密码 点击继续 这边选择你要开通虚拟卡还是实体卡 如果选择实体卡 这边可以自定义卡片的logo 下面输入收卡 地址 选择配送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实体卡每张会有3美元的公本费 我这边直接选择虚拟卡 直接点击激活卡 点击提交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CAD 这里看到我们开好的虚拟信用卡了 点击这里的显示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卡片信息了 我们查询一下这张信用卡的发卡信息 通过卡号前6位的BN查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虚拟信用卡是哥伦比亚一家银行发行的 卡片类型是信用卡 目前很多虚拟信用卡卡片类型其实都是预付费卡 这张是信用卡还是蛮不错的 可惜不是美国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我点击这边的新件再申请一张卡试试 这张信用卡的前6位和刚才那张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同一个发卡行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虚拟卡 能不能绑定美国区的PayPal 我们在PayPal后台点击关联卡 这边输入卡片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关联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谷歌云 我们这边输入卡片信息 可以看到是可以绑定成功支付的 我们再测试一下 这个卡能不能绑定Apple Pay 我们在iPhone的钱包里输入卡片信息 发现提示发卡机构不支持此卡 我们在后台这里可以看到 Apple Pay有一个单独的申请入口 我们直接在这里提交开通申请Apple Pay就可以了 同样的开通Apple Pay 需要填写这一系列的问题 每个问题的答案都需要不少于50个字 这里可以填写中文 填写完成之后等待审核通过 即可使用Apple Pay的功能 最后总结一下 通过申请美国的EN号码 我们可以顺利的注册 申请到美国区Stripe的账户 在Stripe账户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美国的银行账户充值 可以无限制的新建虚拟信用卡和实体信用卡 这些信用卡完全可以满足日常购物消费的目的 同时也可以申请Apple Pay 今天其实只是介绍了Stripe最简单 最基础的功能 关于如何创建收款 如何接受客户信用卡的付款 如何接受客户支付宝和微信的付款 如何提现到美国的银行账户 而这些资金到了美国的账户又如何回国 这些都是值得继续研究的内容 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功能想要了解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关于Stripe的各种玩法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